银本公司 银本公司在其矿物博物馆及相关业务的多年经营中 对银体中的矿物质做了大量研究 我们希望能充分利用银体及植物中的矿物质 因此开发了一款新产品 它正备受全世界的关注 我们将向您介绍 银本矿物生物碳 以及生产该产品的设备 银本超级环保机530 矿物生物碳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改变国家的风貌 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那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银本矿物生物碳吧 根据营养科学 矿物质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一样 属于必须营养素的一类 钙、鎂、钾等化学元素与维生素一样 对维持人体正常运转至关重要 银本矿物生物碳 是将随处可得的物质 如木片、稻米、小麦、玉米、棕榈树外皮 木片等经过碳化处理 再经磁力、吸附 从植物、矿石及其他来源中 提取的矿物质所致而成 稍后我们将做详细介绍 同时这款产品还是非常有效的 土壤改良剂、水质改善剂 且有利于农作物、水产品的生长 银本矿物生物碳 由银本超级环保机530生产 尽管初始燃烧需要依靠其他燃料 但不久后 生物质原料便可靠自身的能量进行碳化 大大降低化石燃料的消耗量 生物碳能捕获二氧化碳 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 此外 银本超级环保机530产生的热能 可用来给水加热、发电 这些副产品可另行出售 这真是一台梦寐以求的设备 我们来查看一些测试结果 以了解银本矿物生物碳的性能 首先是草莓 看看它们的叶子 它们的根部有明显的不同 我们将银本矿物生物碳加入稻谷生长的水中来种植水稻 所得的稻谷颗粒更加结实 较少碎裂 质量更高 一般的日本糙米的破损率为19.7% 而用原本矿物生物碳培育的稻米 其破损率仅为12.7% 据日本农业部的质量评估标准 所得等级由67升至72 矿物生物碳靠吸收阳光中的热量来提高土温 促进微生物生长和土壤对氧气的吸收 有助于根部的健康生长 在水产养殖方面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虾和鲸鱼生长得更快 死亡率下降10%到20% 有人说 有什么样的水就有什么样的水产品 原本矿物生物碳能大大提高水质 从而促进水产最初阶段的生长 确保鱼类出生后的成活率提高产量 前面提到 原本超级环保机530产生的热能 可以用来生产热水 实现供暖或空气调节的功能 此外 这些热能也可用来发电 即便是小型机器 也可产生20千瓦的电量 而较大的机型 则能产生100多千瓦的电量 为2到50个普通家庭供电 这要优于利用太阳能 风能 热能发电 原本超级环保机530 采用的原料 生物质广泛分布于全球 与石油产品不同的是 它们不产生二氧化碳 及其他有害的副产品 在许多国家 这些原料可低价获得 甚至免费 经过我们独特的处理 碳化的生物原料 被转化为 原本矿物生物碳 一种极具价值的产品 可用作高效的 土壤改良剂 水质改善剂 以及动植物生长促进剂 原本矿物生物碳 不仅为环保贡献力量 而且可以为我们的饮食 增加矿物质 引领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原本公司倡导 本地生产 本地消费 我们希望能借助生产 原本矿物生物碳的 原本超级环保机530 来捕获二氧化碳 改良土壤和水质 从而改善我们的健康 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终改变地区 改变世界 我们改变粮食种植的方式 凭借这套具有 开创性意义的设备 我们还能生产热水 电能等有用的资源 除了食品营养领域 我们同样热切期待 原本矿物生物碳 及其生产设备 在能源 美容 医疗等 更多领域发挥优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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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